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昨天大概早上的时候 就接到一个消息 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 杨丽语教授 他已经过世了 在8月7号过世 享年86岁 杨丽语 我跟他有一些接触 不算太深刻 有一年本来去美国 大概2014还是13年 去美国的时候 在华盛顿本来跟他约了要见面 他当时身体有点情况 后来没能够见上面 但我们通了电话 杨丽语因为他 他长期对两岸问题 是相当的关切 他在夏威夷任教 在美国的西东大学任教 1983年的时候 他曾经见到了邓小平 那么当时邓小平就跟他提到了 一国两制的一个设想 所谓的邓六条 就是实现两岸平统一的六条主张 里头就有讲到一国两制的一个处理 所以他可以说是最早 把中共对于两岸未来的一个规划 蓝图的这个设想 那对外透露的 就是一国两制 那过去20来年 杨丽语在美中台三地 那么特别是在两岸之间 那当然也有他的 也常常针对当时两岸关系 有很多的一个评论 评价 那事实上第一次他见了邓小平的时候 当时他提到他的回忆 04年的时候曾经回忆 他说他一开口就强力批评 中共对台政策的 这个两大的主軸 彼此是矛盾的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武力威胁 还有国际上的孤立 那杨丽语当时讲说 北京一方面在国际上打击台湾 而且坚持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但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 要展开两岸的三通 他认为这完全是 这个台湾不太可能接受的 这个当然这个其实当然反映 当时蒋经国时代的时候 讲出来的三部政策 是相关的 坦白说等到蒋经国过世了以后 那么杨丽语跟在老国民党时期的一些学者一样 那么接着反共的这一块的因素 就慢慢的自己就淡薄了 就放弃了 然后更多的是从一中的角度出发 来看两岸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过去多少位两岸问题专家 他们的演变 那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轨迹 杨丽语当然是其中最明显最显著的一位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重要的国际及两岸讯息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昨天已经提到正式他批准的 要准备给台湾这个66架F-16V 这个是F-16最好的 性能最好的一个战机 我们知道在92年的时候 在老布希总统 就李丁辉总统任上的时候 台湾曾经向美国买了一个 大概有100多架的F-16战机 因为当时台湾的F-51战机 经常发生我们的空服员 在演训的时候这个失职意外 李登辉说他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都心痛的掉眼泪 一方面为国家安全担心 一方面对这一些空军的战士们 感到这样子的一个不舍 对他们的家属感到非常的难过 后来促成了武器的更新 当然这个92年那一次的军构 也跟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系 当时六四刚刚这个过去没太久 那中共在国际间被孤立 而且当时相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当时台湾的经济实力 中华民国经济实力 那么是很强大的 大概当时大概差不多 92年购买JPF-16的时候 台湾的GDP大概是大陆的43%左右 在92年 好那现在时隔了27年 现在美国又再一次的给台湾的一个战机的一个军售 而且这个数字数量是相当大的 那我刚讲说现在两岸的实力的对比 当然是不一样的 现在台湾的GDP只但大陆的百分之大概4.6% 可以说这个两者的差距跟当年已经有10倍 那中国现在国际影响力也比过去要大 但是当然现在刚好碰到中美之间的角力了 那这里头当然不能排除有这个因素 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 那么从这个军售来看的话 这个印太战略是很明显 台湾是被放到里头去了 当然这个也是突破了这个817公报 因为817公报就是在1982年所签订的 那么92年那次的军售已经突破了 当时引起中共的抗议 那么预料这一次呢 大陆一定还是会抗议的 不过不至于到说什么断交啦什么这些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这个我想也跟美国在过去几年 包括参众两院关于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 的通过的决议 还有这个所谓这个美台之间的相关的 更紧密的关系 这个大概都可以印证了 好但是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大陆 特别是中共 他如果对美国没有办法的话 那他还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 他的不满这个不满当然就是对台湾 所以得好好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 台湾的这个大陆的对台政策 会不会有一些 那么因为毕竟大陆现在能够打击台湾的一些政策工具 国际上的两岸之间的话是非常的多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昨天宣布 那么美国决定要给华为科技 这个原来的这个货原来的期限 所谓的它的供应给华为科技供应软令体的临时通用许可期限 本来是到八月为止 现在要再延长九十天到十一月十九号为止 那么市场解读啊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向中国示好 要让双方的贸易协商能够更平顺 好我们记得原来川普是说 九月一要开始要对另外的三千亿美元的商品 中国苏美的商品要刻增百分之十 那么在上个礼拜他已经宣布了 说这个其中有一部分的产品 他主要是大家讲的这个手机跟这个电脑 那么准备这个延后 要等到耶诞节过号 所以不会再久一下就刻增这百分之十的关税 那华为的部分 华为的部分本来以为也是马上就要到的 结果现在也准备要占延长了 那这个延长一方面你可以说它是示好 那恐怕也是有考虑到美国企业 因为这些卖东西给华为的这些软硬体的这个厂商 科技厂商那么他们是也必须做这样的一份生意 那当然这里面可能影响相当大的是台湾 因为华为的有一个采购链 那么这里头南米有牵涉到美国的这一个临时通用许可的范围 所以这个限令那么延长90天 那么不但对美国企业是好事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立刻大涨了300点 那么对台湾的相关的产业来讲也是好事一桩 好这个前两天听众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美大家可能看到冰岛的这个冰川 那么已经因为融化掉了 所以冰岛政府给他做了一个祭拜 好这个圈圈暖化是其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它是一个我们生活上非常敏感 时时刻刻体会到了 好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 有个演讲活动推荐您参加 这是在9月8号礼拜天下午的2点到3点半 在有一场由农业台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 那么邀请全球著名的学者 法兰兹费雪乐 他是奥地利的欧洲论坛的主席 那么他要来演讲 这个减碳挽救渔农绝路 那这个场演讲是全程英文的演讲 由农业台来主持 地点是在台湾金融延续内的二楼精英堂 那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农业台基金会官网去报名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邀请洪奇昌先生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前海机会董事长洪奇昌先生 吉昌兄早 主持人青龙兄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我们要还是持续来关注香港的情势 在818的这一场游行过后 很多人说松了一口气 我昨天晚上碰到一个香港的朋友 我问他说香港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说安全但还是不安定 他讲安全还是不安定 其实一些参与过或者说了解在香港的这两个多月来 这个街头的情况的朋友都讲 基本上是安全的 并没有太 大家不要被一些被剪裁过的画面所吓到 但是特别是8月18号 那么因为是在所谓的大陆的对香港的文攻武嚇 再加上这个号称说要有300万人上街 张力十足 美国都表示关切了 的情况底下 结果呢 这场游行下来了之后 我们先不管人数多少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泛民派所诉求的和理非 是真正做到了 当然也必须讲警方 虽然派了重兵驻守 但是全天没有释放催泪弹 布袋弹 这个据说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所警戒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有些地方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看到游行示威者展现出这样相对的非常的节制 然后警方跟他的互动也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同时呢又看到像香港的 比如说属于建制派的前律政司的司长梁爱施 那么他也是基本法的这个前副主任 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 那他特别就讲到说 这个所谓的武警演练 他说这个不是针对香港的 那么他又讲到说 这个有关国企国徽这个污损的事情 他认为这是小动作 小动作 这有一点在为他整个淡忘下来 好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虽然香港的问题远远还没有到真正结束终结的时候 可是看起来氛围是在整个在下降 好 因为针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下 我想跟江兄的请教 这个 这个转变 所谓虽然不到急转直下 但的确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因为大家都认为如果真正发生对撞的话 那这是不能想象的一个悲惨 好 您觉得如果是这样的 北京的考虑是何在 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北京做了很多威逼利诱了 一下子又拍武警的演习的影片 然后又要让港府去派堂 又给钱什么的 而且他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路客断掉 他也并没有断掉 你觉得北京是什么样的哪些考虑的香港社会又是什么考虑的 OK 从香港社会来讲 我觉得香港从长期的港英政府将一路下来 香港某个程度它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它基本上市民公民对于法律的遵从 然后同时政府的治理也有它一定的一个被认可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国际城市 是国际的金融中心 是一个hub transportationhub communicationhub 所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站 空运的转运站 物流的转运站 金融的 对 拆款中心 对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是 那当然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逐年将一直累积上来的 对 那当然今年我们从六月份开始看到 从六月份事实上是一路 那个动能跟那个强度是越来越强 在街头上面所看到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是 参加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层级的人也越来越多 某些专业的人士 包括社工人员 医生 护理人员 医务团体 最后到公务人员 都多出来了 都一起出来 对 所以这个事实上呢 某一个程度就已经走向一个 一个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 就是全民不合作运动了 对 人民不合作运动了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但是呢 后来 所谓暴力 被称为 暴力的事件出身 就是说 那事实上这些学生们 或者说激进的学生们 他们去攻击警察 那某个程度也是反映说 警察在处理这些群众事件的时候 是不是有过度的使用 他们防卫性的武器 以至于学生才会去做这样的 一种攻击性破坏性的行动 那这段时间就一路往前走到 对于香港吃辣脚机场的那个 是的 影响了整个对外的交通 吃辣的机场 必须要关起来 对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被把它认为说 那是一个最高点 到那个时候是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然后之后民运人士 泛民派又提到了说 那香港既然是金融中心 那么我们就来挤兑香港的银行吧 那就8月16号 对 但是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效果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效果 没有发生太大的效果 事实上从8月16号的这一个 对外原来大事宣示说 就是我能够透过我这种挤兑运动 我来更进一步达到一个公民不合作主义 那结果这一个是相对 没有太 就是没有成功 是 然后到8月18号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泛民派 民政联 号召重回街头 对 但是他号召群众的时候 也是回到和平理性回报的 对 对 对 他这次又回到一个合理非的方式 希望群众能够多 持续能够好 然后 然后港警也采取一个变通的同意 他没有让你游行 但是让你流水 让你流水式的集会 你可以在五六个地方定点集会 时间很长 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后来延长到十一点 所以某个程度上面 我觉得双方都相对是有克制的 相对是有克制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克制 那我觉得从北京方面来看 我觉得北京是 对香港对北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他继续这样动乱下去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是要动用到他的武警进入 那事实上那是已经 已经是破坏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的核心的规范 可能会摧毁香港的同事 而且他这个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国际上怎么去看待香港这一个地区 虽然是中国的香港 这主权上是无庸置疑 是中国的香港 但是香港是在港英联合声明之下 回归中国之后维系的一国两制 至少是国际见证的 是一个国际见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北京他也为了在现阶段 他所面对的内外的交迫 内外交迫 对外是美中的战略 对 进衡 那从贸易战开始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货币战 就全面的美中可能有一些对抗 对峙的局面 这是对外的一个形式 这非常的清楚 那对内的时候 是中国内部的经济成长的动能下滑 他必须要发动更多的资源 来投入在维稳 这个是中国现在内部的状况 而且他的整个 我刚提到经济动能的过程当中 他的年轻人的就业的问题 已经开始出现 年轻人的薪资的成长停滞 就是不像过去 就是说可以有那么快速的精神 所以用经济成长来掩盖很多的问题 这个部分上也已经有所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非北京是孤注一指 那我觉得那个会是他的最后最后的选择 我觉得他的优先的选择当中 他还是会希望用一个解决的 没有错 可管理的 可管理的解决方式 来处理香港的这个危机 我们后来看到 原来很多人担心的是说 习近平会在内部 如果他都不出手的话 会在大陆内部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 本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当然这个 我之前特别跟你谈这个 就是说 因为你们以前也走过街头 当年在40年前的时候 当时也会很多的判断 到底可以采用到夺影 你千万不要弄到 变成那国民党内的这个鹰派 所谓鹰派大概就是军方 警总这一些出来 就强硬要怎么样子来做 这个分寸也要拿捏 对不对 就是说你得弄到有一个小空间 大家互相可以有一个伸缩了 那现在看起来 北京的政策应该还是回到一个 就是希望香港的事情 香港能够自己解决 就不要变成假手 就算需要用更强大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硬实力的展现 也希望是由香港本身来执行 警务处啦 什么这些 大陆尽量不要出手 所以治安上面还是由港警 港警来处理 当然有个问题就是港警 自从这个721的白衣人事件之后 港警跟香港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 是荡然无存 那么有人讲说 从战中运动所造成的伤害 后来这几年 好不容易港警跟香港社会的关系在弥补 但是最近是完全都丧失掉了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倒是留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有关对721这些白衣人 事实上是黑道 去打这个群众 但是警察袖手旁观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现在据说已经有一个调查的程序在进行 那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会交到检方这边正式提出控诉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表示整个事件又更进一步了 再往和缓的方向在走 那么希望香港是这样的一个步调 但是当然必须强调 这并不表示香港的抗争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原因存在了 那么而且它动员的方式 也不是你现在所想象的 我们休息一下关会来 继续跟洪吉江先生来谈香港 好 欢迎回到POP撞新闻 这个香港在这一波的抗争当中 大家看到一个诉求 就是说香港的经济会不会因为这个运动 而整个的受到伤害 的确在数字上来讲 那么香港已经港的香港财政局 那么也提出警讯 那么持续长达两个多月的抗争 让香港的经济今年上半年 大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成长 那么甚至全年预估可能是零成长的 在亚洲四小龙是排名最后 那这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是一个经济城市 可是这一次造成这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出来 可能不只是香港经济总体不好 好不好的问题 还有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对不对 这样 但这个现象全世界都有 也不是只有香港 但是香港它因为 第一个它是地小 人 所以香港虽然它的平均薪资 大概是台湾的二到三倍 甚至说三倍以上 但是你看香港的整个生活的需求 包括它的房价 房价平均算是台湾整体来说 大概八倍 以台湾做一个整体 那但对以台北来讲 大概是台北的四倍到五倍 所以它的房价是非常的贵 它的租房是非常非常的贵 我们连台湾政府陆委会派驻香港的 这些港澳处的同仁们 他们在那边租房子的时候的费用 都是高到他们领到政府的薪资 都还没办法去支付的程度 我二十年前知道中央社住香港分社的社长 一个月的待遇是一万美金 但是房租他自己负责 所以我们跟他讲说 哇你待遇这么高 他说你扣掉房租你就知道 根本是没有多少钱 对 它的房租是非常非常的贵 而且那么贵的房租 所得到的居住环境是非常差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也是属于中国大学 中国 就是在香港的 香港城市大学里面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研究员到台湾来 那他跟他的同事说 他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你们能够想象吗 他说他是住在楼梯 这种安全梯的楼梯间 楼梯那边隔一个space 就是人还可以走 但是他隔掉一个space 然后他说他住是住在那里 那我说那你的房租要多少 他说他的房租要九千块港币 那也要差不多三万多 三万 然后住的房租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现实面 所以就变成说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他们除了说恐惧中国的这种未来的一国一制 把香港的一国两制都破坏之后 而是对现行的香港的状况 他们看不到未来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这一次在上街头的这些年轻人的里面 我们看到最年轻的从13岁开始 有一位被逮捕的最年轻的是13岁 那过去是13岁 就是说15岁18岁24岁 事实上这些年 他们基本上对于未来是没有希望 所以这种社会的因素 就是社会心理的因素是非常强烈的 是 一方面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 大概上个礼拜 香港的财政局就宣布了一个政府的派堂措施 包括减税 包括一些费用的这个提供 那这是一个部分 但另外呢 大陆的一个很有意思 818这一天 他们公布了一个深圳的一个改革方案 那么深圳的这个改革方案 所谓的这个深圳示范区 所谓的要比特区更特 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科技创新金融跟海运 的一个新的中心 那这就大家引起很多的揣测 因为大家知道深圳原来它能够发展起来 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背靠着香港 可以说是借助于香港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城市的活力 那么大陆今天它的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外销还是国外国际资金的来源 香港还是占最大的比重 但现在呢 它似乎是要强化 要让深圳有人讲说这个叫弃港方案 就是要取而代之 等等这一个情况 但是当然也有人认为说不太可能 因为香港的国际化 跟香港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让它可以成为一个缓冲 包括很多 比如说人民币 人民币现在还没有国际化 所以因为没有国际化 所以国际化能够产生人民币能量 你就很难有 但是也因为这样 你就免掉了一个国际化货币 可能碰到来自炒家或者鳄鱼的攻击 这些不稳定了 但是中间它求取一个最大的利益 就是透过香港作为一个离岸市场 这样的功能 但是现在似乎有那么一点味道 深圳好像要取而代之 当然这个可能还在演进 也许只是一种口号 也可能就是大湾区将来互相互补的一个作用 那您觉得呢 您觉得香港 这个就牵涉到香港是不是不可替代的问题了 对不对 我觉得香港一定是在现阶段 是一个不可替代性的 虽然中国大陆它事实上 也看到香港潜在的危机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事实上也已经开始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在推动 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两年前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 对 就是以香港跟澳门 然后结合广东省的九个地级市 所以就变成说十个城市 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 它用粤港澳大湾区 那在实践越港澳大湾区之前 它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 就是珠港澳大桥 从珠海到澳门 澳门到香港这边的跨海大桥都完成 那所以它是一直有一个计划 是要把香港弱化 或说把香港整合进来 在它的华南的经济区块里面 我想这个是北京长期的一个目标 但是问题是 香港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进入到英国 就进入到国际全球体系了 它就进入到英国 然后就在国际的这种金融的体系 或者在运输货运的体系的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深圳有可能 因为它目前也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创新城市之一 它的产业的创新 就产业的设计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 我觉得深圳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的 排名下非常强的 但是深圳呢 你说现在深圳旁边那个前海 前海特区 本来就是金融区嘛 对 前海特区 你说没有什么发展 可是前海特区它没有什么发展 因为你金融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国际信赖度 你的金融的治理的能力 你的法律的遵从的制度 法尊的制度 在这个部分上呢 香港是远远的胜过 对 那个深圳 那这个部分上金融方面 我觉得金融的治理啊 金融的这种管理各方面 我觉得深圳还差得很远 你这样讲的话 那又回到了一个现在中港问题的根本 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重视海运 海运的部分呢 你深圳的量虽然大 可是它的效率是相对不高的 你会看到全世界 两个最大型的港口或是转运港 新加坡跟香港 新加坡跟香港 我们台湾曾经在90年代 因为我们的量很大 所以高雄港曾经是在全世界的这种 港口里头排名到第三嘛 这是我们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但一个港口的运输的效能 是跟它的这个地方的治理 法律的治理 因为它通关嘛 通关 报关 税务各方面 这些都是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深圳要走向创新 OK 可能 要走向金融 要走向海运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相对困难的 就是至少他想要超越香港 或者取代香港 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港口回来之后 继续我们要谈谈美国跟台湾 这一次被大陆官方点名 说介入香港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会聊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美国在这一次的香港事件当中 这个角色 那么引起很多的探讨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在现在所有西方国家里头 只有美国对香港 还有一些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即使是香港原来的中祖国 这个英国 大概都没有能力的 因为美国在97之前 跟香港制定了一个香港法 香港关系法 那么是给香港一些 国独立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另外也给香港 一些最惠国优惠的条件 所以让香港能够维持它独特的地位 那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也看到 美国这一次在对香港的反应当中 出现了一些不一致 不协调的现象 比如说国会 像由民主党掌控的 众议院的国会议长 Pirozi 是非常高调的提到说 那么如果怎么样 怎么样 就要怎么样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 是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也讲了不少话了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在行政部门的部分 看到国务卿 这个潘佩奥是建的 黎智英建的陈芳安生 这些民主派人士 就是现在被中共官方 把他叫做四大扣的这些人 但是白宫一直都没有太多讲话 川普总统是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提到 但是他那个表达方式 还是用一种 大家会觉得说 不太像是出于直接对人权的关注 那他又乘战说 这个他跟习近平很好 然后又提到说 这个相信他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领导人等等 你怎么看美国牌 美国的使用 因为中共包括 这个董建华都公开指明说 是美国在香港塞狼 在那边这个兴风作浪 我觉得中共的高层 当然他们有把这一次的香港的 这样的一个群众的抗争的活动 他们定义说类似像 在中东在非洲的那个颜色革命 对有提到 听说是北戴河会议传出来的 他们就说 这个是一个有外力介入 就是有外力在引导的一个颜色革命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上 我觉得外力的介入 我们当然不晓得 有或者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说董建华公然的指责说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是什么 他先讲美国 那要讲到台湾 对 因为他也提到台湾 那我觉得台湾政府 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是不可能 也不会说用政府的力量 主动的说去引导 或者去介入这些事情 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北京在这个部分上 对于台湾的指控 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实的指控 如果是不实 他为什么要这么高调来 不止一次 到昨天国台办还要再继续讲 说把这个黑手请你抽回去 等等 我觉得台湾 台湾的政府基本上 也没有那么多的实力 我们自己知道政府现在的规模 跟他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是在一个人道 是在一个人道 或者说过去这些民运人士 到台湾来互放 民运人士到台湾来互放 或是年轻的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 可能就是平常在进行 传出来说有一批可能要被判法判刑的 香港的这些积极的民主运动者 可能逃到台湾寻求庇护 像这样的事情台湾该不该做 没有 我觉得庇护这个部分上应当是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还没有 绝对没有发生 绝对没有发生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港澳条例 我们有两岸人民关系法 然后有港澳条例 在港澳条例里面有规范的一些 就是港澳之间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状况出现下 基于人道基于什么 我们给适度的协助 我想应当是在仅止于这个方面 当然昨天我们是有看到 昨天蔡总统也特别针对 因为大陆接二连三的不断的说是 一方面又说是这个颜色革命 又说是恐怖主义的苗头 但是又把他推给美国台湾等等 那他就特别起来讲说 他说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 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说 我们也担心香港局势恶化 我们会关心但不会介入 所以希望北京跟香港当局 要用智慧跟诚意来化解冲突 不要把情势恶化的责任 推给外头不存在的外力介入 好 当然这个不存在的外力介入 我就有看什么定义 对不对 因为你说民进党政府也许没有表态 但是政党的团体 或者比如说民进党中央党部 也有一些接触 一些表达 或者说包括现在已经成为民进党副秘书长的这一位 台湾太阳化运动的领袖 他在太阳化之后跟香港之间的交流很多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尽管这些都很难免于成为中共或者香港的一个口实 但我也不能想象说 台湾对香港的这些事情都完全射手旁观 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这也很难想象 我觉得这一次的香港事件 对台湾的广大的年轻人 也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教育 也是一种情境教育跟震撼教育 就是说一国两制 在实施了20年之后的香港 是往一个更不利于香港的未来 不利于香港的年轻人的方向再走 所以台湾就会有一句话 虽然我不赞同 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就是说今日香港怎么样 那明天台湾 但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从整个政治的结构上面来看 香港跟台湾是决然不同的 香港它过去它是一个殖民地 在港英的政府 后来在中英共同联合声明协议之下 1984年做了一个协议 1997年回归 所以香港是没有任何的主权的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它的主权是已经很清楚的被 被决定了 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政治的实体 在1971年以前 我们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以及常任理事国 对 71年之后虽然退出联合国 但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还是适时的存在 对 然后一直到1992年 我们国会的全面改选 经过三四十年的民主运动 1992年我们国会全面改选 1996年我们总统直接民选 所以我们台湾已经是一个全面民主的政府产生 然后我们有一定的土地 人民跟政府 以及政府在这块土地上面 行使主权的功能 所以作为一个国家 所需要的这种领土主权 都具备了 我们全部都具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跟香港是决然不同的 好 台湾跟香港决然不同 但台湾也应该关心香港的情势 但这个度要放在哪里 也不要弄到 因为两岸关系付出太高的代价 因为现在看起来 大陆是非常care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例证 就是金马奖 现在不派人来 本台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非常勇敢拍那个道教的片的 他要来 结果他已经被要求不能来了 那最近很多两岸的事情 希望香港事件平缓之后 两岸关系也可以和缓下来 谢谢其他希望 谢谢听众朋友 帮我撞心 我们明天见